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教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我越来越喜欢自己写的东西 我写的东西都很简单 它不会像很多网络的套装软体那么大 但它也是要用Composer一起配合 这就是我的教学系统 那都是很简单的 都是我自己在上课 我看同学的作品 以及我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突然觉得有这种需求 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变出一个 其他同学可以一起用的东西 这个就很简单 你花鼠点着点着点着它就一直跑 这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有一些 你说猫啊狗啊 或者一些花啊或者干嘛 你可能一张照片之后 你想要表现更多 花鼠点着点着它就跑 那基本上很简单 你看我下面写的 两个步骤而已 超级简单 所以你也不用怕 就会这样 就是这个第一个 用Composer放入一张图 设定长宽 再给它ID 看起来很复杂 如果你用Composer做就很简单 好来打开Composer 对不对 这是一样我们老样子 这是我们Composer 都有一些很标准的教学的写法 把这边拉一下对不对 这边稍微拉一下 这边一定要拉一下 这个是几个我们常常在用的老步骤 先把那个弄好 好来往上拉一点 稍微拉一下 这个地方稍微拉一下 因为你按原始码 你就会看到在body的地方 它会给你写一个CSS style 宽度它就给你写进去了 如果你用我的教学部落格 尤其是我小世界网络组的学生 宽度跟他设640 640是宽度是这样子 你可以设800 或其他的东西 640是我的 我学生教座位用的 然后再写一个 Margin Auto 分号 Margin Auto分号 按一下设计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640了 它那个宽度 宽度就是640 你可以看到 它是至中 没看到 又至中 然后enter en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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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可编辑区域 然后按一下 这个地方格式 这个很重要 页面标题与属性 资源编码 然后按这边 UTF8 这个很重要 好确定 确定就是这样子 OK的 然后干什么 把照片放进去 所以你到我的 这是我的影像部落格 你也可以找到 你自己的影像 我还会教 对 有空我来 你到我的教学部落格 我有教你跟影像有关的 反正你按右键 按右键 复制影像网址 按右键 复制影像网址 打开 然后这里有图片 K上 然后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这个很重要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尺寸 我们刚才给他是给多少 640 对不对 宽度是640 大小就跟他设定就好了 按确定 有没有看到 进来了 有没有 进来了 基本上640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原始码 有没有 宽度跟高度 他自动帮你写进去的 我们用那个东西 他就会自动帮你写进去 然后我们就有交说 要给他ID ID 就给他ID ID等于 我们这个范例是什么 I001 你可以自己写 这个范例代码 是你自己给他的ID I001 是我们给他的这个范例的 然后再按一下设计 再按一下设计 有没有 好了 你就给他了 给他这个 给他ID的 有没有ID 看这边 有没有 你看我们这个DOM 这个地方 DOM这里 在body的下面 有一张叫RMD 有没有 你看你点这边 这里有一点灰色 表示就是这一个 这个RMD后面 有没有什么 警字号 警字号代表什么ID I001 你就知道说 这是一张设有ID的照片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等一下我再教你一招 从这边设ID 那也很快 好 那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 好 然后再到我们的郊区部落格 他讲什么 把下面这堆 有的没有的 把它扣进去 有没有 把它扣进去 没 开始扣了 从这个地方开始扣 扣扣扣 扣扣 从这个script扣到这个 复制 然后到这个地方 按一下原司码 按一下原司码 我们常讲的 最好在body的后面 尤其是在一个VR的后面 跟他贴上 就好了 就不用管他了 一堆 这是我写好的东西 然后再过来 要把照片的网址 贴上去 你要五张 五张就贴五个 就贴五个 第一张 这是刚才我们放的第一张 对不对 第一张要放刚才放的那一张 这样才能相互配合 你的第一张 就是他的第一张 才能相互配合 所以我们以下这五张 我们就把网址扣下来 我们就把那个网址扣下来 按右键 复制影像王子 有没有 第一张的照片王子 跟他贴上去 贴上 有没有 王子跑出来了 好 然后这是第二张 按右键 复制影像王子 第二张照片 这个地方 跟他什么 贴上 OK 第三张 复制影像王子 然后呢 第三张 就跟他贴上 好 第四张 第五张 复制影像王子 然后就 再跟他什么 再跟他贴上 第四张 贴上 第五张 复制 这个地方 再跟他贴上 再跟他贴上 这样就好了 你观察一下这个地方的符号 这里有 逗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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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没有逗点 他就是这样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我这个范例是五张照片 你可不可以多一点 可以啊 你可以把这个什么 扣下来 整个你可以把他什么 整个扣下来 把他整个扣下来 包括这个逗点扣下来 你跟他复制 你跟他复制 然后再跟他 再什么 再跟他 贴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再跟他贴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可以自己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你可以一直增加 你要 你要贴几张 你就增加几个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增加 记得 这里每一个都有逗号 最后一个不要逗号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第一张呢 要跟你刚开始呢 要跟你刚开始 放了第一张 互相配合 就是这样而已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这边是五张 我就不再动了 有没有 五张 好了 然后储存 确定 存在桌面 然后把这个浏览叫出来 跑出来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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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就会动了 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啊 真的 就这么简单 这个 交久了 不能说越来越会写程式 比较 能够推进读者的需求 而不是在脑袋空想一些 一些程式码的东西 比较知道说这个东西跟写作上 应用方面的需求 那我们刚才有讲 我们刚才有讲说怎么样 用另一个方法 把照片 你看这个复制影像网址 我们来教你用另一个方法 设ID 一样图片 TESA 不要使用替代文字尺寸 这是我们小一点 好不好 320 320就好了 确定 这里有一张照片 有没有 两张照片 你按一下这一张 跑出来了 第一张照片 第二张照片 你没看到这一个灰色的 有一个灰色的 所以像这个IMG这种代码 你要看得懂 HTML 你真的要看得懂 你就知道说 这里有一张照片 就第二张 所以你看你点一下 这一条灰色的灰灰的 你在这一条 稍微灰灰的这样点一下 他就变水蓝色的 你看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然后呢 HTML 这边 HTML 有没有 点一下 这个属性 有没有 属性这个地方 点两下 跑出来啦 有没有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设ID HTML 属性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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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 打开 这个属性 你打开之后 你就会看到下面 有个叫ID的东西 再往上拉一点 打开 有没有ID 有 ID 那我这边看他设什么 设一下 P D001好了 这个ID 你号码可以自己设吗 点进去 有没有ID就有了 你不信 你看原始码 有没有 他自动帮你什么 把ID 写进去了 他自动帮你把ID 写进去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设ID 两个方法都教你 这个 其实很简单 而且我觉得很好用 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